这个普恒不光是拿美国人的钱 我们查到的普恒代理的这个中共国的这个公司 有上千家之多 这些所谓的这些公司 你们以为是国有企业 实际上都是挂着名字的国有企业的壳 我们拿个最简单的这个Costco 中海运 那个公司它换了几个名字 其实都是一个壳公司 Costco实际上我们去研究一下 你都不知道它叫什么 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国有公司 还是不是一个国有公司 因为它已经把它的股份稀释的 换名字换壳子换什么东西都已经搞得乱七八糟 然后这个普恒 它帮着这些也不知道是国有公司 还是盗国贼家族的公司 还是一个甚至只是一个挂着国有公司名字的壳公司 到海外去签小老百姓的钱 养老基金的钱 别人医疗保险的钱 就把别人的命运全部都压在这些完全无里头 根本可能没有实业的这种公司上面 所以这就是这个普恒的邪恶之处 他明明知道他们做过所有的所谓的禁职调查 这个律师事务所的禁职调查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所谓的禁职调查 你们现在可以去查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有多少名字 你就知道说这个普恒有多邪恶 他是不是叫Costco Shipping 还是叫什么Sino China 还是叫什么Costco什么Limited Whatever 就是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有实体的 所谓他所称的 是叫做什么 所有控股的公司 他很多颗公司在全世界以这个Costco这个logo 发了很多的所谓的债券 这些发给这个美国的养老基金 全世界的这些养老基金 保险你的医疗钱全部都投在他们里面 就是多邪恶 这个Paul Heisting 他这个律师事务所 他有没有做到他一个律师事务所 来保护所谓股民的权益 他完全没有 他就是个骗子 人员